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謝偉元要把剛才的故事講完 對 沒有啦 反正我就做個結論 我認為邱瑞瑩他打人真的是不對的 但是政治人物來說 其實他應該要用適當的原意 來表示他的看法 李清華罵人也不對啊 如果他連續罵我兩年 我忍不住的話 我覺得我是有正當心的 還好你沒有去打李清華一把子 這個我覺得不可能做 不然就一起拘役了